过年了 下楼放鞭炮了 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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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 再给笑着哭呀 过年了 过年了 快下来放鞭炮了 听听 过年好 笑着过 行行 妈都说了啊 这年咱笑着过 行了 你们都 赶紧地笑下来吧 慕林叔说的是 有什么事 咱们过完年再说 三哥 咱过年 咱们先收拾 来来来来 笑着过年 笑着过年了 好 笑着过年了 笑着过渾 笑着过渾 笑表 ень 走走 走 走 depuis夏無尊 我的媳婦回來了 Gud,你好 gú tree,你好 gú tree,你來了 anni八阿 characters揚父母 けど pena 是 gú tree,你好 gú tree gú tree, amen gú tree, esper matin agum tree, dari gú tree, eres 你别跟我起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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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给你拿啊 先给你掰一个 来 给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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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我拿 给我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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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回家陪你妈过年 回来了 啊 不好了 那个水开了 这锅就可以先下了 二方 去 把泡放啊 也行 等会儿回来 吃饺子 咱们一块吃年夜饭 两挂都放了吗 都放了 放边泡去喽 对了 对了 跟你说个事 安兵啊 嗯 如果真的是事 咱们能不能 关烟以后再说的 行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 不说就不说了 是 都要干了 我 ak 你 许愿不许偷看 那你还偷看我呢 我好了 我先说 行 我希望丁美丽能够赶快去见我妈 我也希望牛建民 今年能成为丁局长的女婿 你对我那么有信心啊 当然有信心啦 牛建民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选你吗 其实我也没什么朋友 他们都觉得我太高傲了 谁都不敢接近我 但是你敢 而且你为人踏实 诚恳 什么事情都依我 就凭这点我就相信 我一定没选错人 美丽 只要你高兴 以后什么事我都依你 嗯 建民 要到时间了 到计时了 你让他看 十 九 三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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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 快点有点心的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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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锦边 我现在就带你去叫我爸妈吧 什么 现在 对啊 不行 我还没准备好呢 有准 你干吗呀 你会一进屋 你就改口叫爸 妈 走 走 回来了 这么快 怎么了你 咋了 孩子 我跟你去美国吧 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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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不让你走 你看看 这家里头眼看着 一天比一天人少 我正愁没人说话呢 你就知道 是在这儿陪我了 行吗 妈 这家是建邦住过的地方 我这心里一想到他 就难受 那你就更不应该走了 妈 你想想啊 建邦本来就对不起你了 我还能让你无家可归啊 妈 建邦他没有错 我也不能老拖累着您 我不能在这儿 什么都不干吃白食啊 你是想找工作吧 是 我准备干戈提活 妈 你觉得我能干成吗 能 你一定能 我准备先捣服装 从小辈儿买卖做起 因为也没多少本金 也不知道能不能干好 我准备先捣服装 从小辈儿买卖做起 因为也没多少本金 也不知道能不能干好 你应该起来 你来 拿着 这都是建邦给你 你舍不得带 存在我这儿的 拿去 做生意 建邦是因为拖了你的福 才干得好 我相信 你做的比建邦强了 妈 是你救了我 谢谢妈 是你仔细救了你自己 建民 刚做的排骨还是热乎的呢 你尝一块 好 好不好吃 真香 美丽 我发现了 你拿的什么都特别好吃 今天下班去我家吃饭吧 吃完饭正好 去领导宿舍转一圈 看望一下厂长和书记怎么样 成啊 周末去我们家吧 让我妈给咱们做好吃的 不用等到周末 今天下了班就可以去 给你妈一个惊喜 然后我们俩再回我家吃饭 安排得很紧凑嘛 那当然 我们现在上夜校都已经学了科学管理了 我得把我们的业余生活也提高效率 让我们的日子过得甜甜蜜蜜 美丽 这排骨真好吃 你也尝一块 你 你吃这块之前洗没洗手啊 管它了呢 好吃啊 真是不嫌糟你 你尝尝快点 好吃啊 吃饭 是挺好吃的 这小两口甜甜蜜蜜的 躲这偷吃什么好吃的呢 大嫂 建民啊 你是不是要带着新媳妇回家去了 这是好事啊 要不大嫂给你先去打个前站 通风报信一下 那谢谢大嫂了 客气什么呀 那个 丁美丽哈 那这以后进了咱家门 那就是一家人了 我就叫你小丁了啊 小丁啊 你放心 大嫂这人啊 特别好相处 回头我肯定在婆婆那儿 替你多说好话 行吗 那以后咱们在场子里 也得互相帮助 你们小两口聊 大嫂不打扰你们 大嫂识下 没事 走吧 那牛建民跟丁美丽 俩人都小虎喂上饭了 局长千金能看上她 那怎么看不上啊 你没看见你一口我一口 那儿喂排骨 那就是酸酸甜甜小两口了 你说才好几天啊他们俩 就在场里明目张胆的 太过分了 我都看不下去了 哎呦 你有什么看不下去的 算都给我打好了啊 来来来来 来来 吃 你啊 也别觉得看不过去啊 这年轻人处对象 这么很正常的事情嘛 再说了 局长已经见过我这小叔子了 基本满意啊 丁美丽马上就要上我婆婆那儿去 登门拜访了 下一步就是双方家长见面 再下一步呢 就开始 看结婚的事儿 这结婚这事儿就得提上议程了 我估计啊 说快也快 说慢肯定不会太慢 还用这俩可真行啊 你也行啦 你这儿成轴隶了是不是 攀高枕了 哎呀 这 其实吧 跟这个丁美丽啊成不成轴隶 我倒觉得这不重要 主要是这么一来 你说我这 不就跟局长成亲戚了吗 对呀 那这么一说 你这不就该升官了吗 来 同志们 听听江师父们 这个 这个 升官不升官的吧 都好说 这确实啊 这局长的官是比较大 厂长书记都得听他的 这以后我跟局长 当了亲戚以后呢 就说咱姐俩这关系 我首先先给你弄个 班组长当着 你先适应适应 当领导是什么感觉 还还还还 回头你们几个都想想 想到哪个部门提什么干 谁要想当车间主任 提前跟我打成招呼去 咱们现在得好好 巴结巴结姜师父 咱们以后就得跟姜师父混了 对不对 我先给你安安一个 你想当什么 姜师父 呦 美丽来了 对对 上 上 上 来 咱们跟姜师父 咱们轴了一块 你吃个饭 走 走 走 谁说我要跟你成年亲戚呢 不是 你 你不跟牛选民都好了吗 你不顺理成章吗 对吧 别在这儿瞎许愿啊 就算我和贱民结婚了 跟你也没有关系 对 其实这事 跟 我的关系是不大 主要还是跟婆婆有关系嘛 是吧 姜师父 别在这儿生拉硬拽了 如果我以后再听见 你打着我的旗号 去拉拢别人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还有 我的事情不用别人操心 今天晚上去贱民家的事 你也不用管 看那小步一步一步走的 喝 不是 铁英 你俩怎么撩的呀 不是轴厉吗 怎么不给面呢 你可别画一大饼 光让我们看不让我们吃 那多馋疼啊 对不对 你就赶紧就你吃饭 读不住你的嘴 你这什么毛病啊 说不死人你 行行行 行 不说了不说赶紧吃 别说了啊 赶紧吃 那车间主任 跟我这儿巧劲 有什么呀 这不让我管是吧 这事我还就管定了 我看你们俩能成 你们俩能于 Cross 我随时都可以离开 程 真心祝福你 能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其实我这一次离开 对二峰来说也是好事 他能去上大学 这也弥补了 作为母亲 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亏欠 这孩子我是一万个舍不得 不过为了他的将来 为了他的虔诚 这个字我签了 你们听说没 那团委书记要上门来认婆婆了 那黄大妞要跟局长当亲家了 真的 她那大妞好心也算话好棒了是吧 就是啊 除夕那天她收留人家儿子前妻 你说给全院人是不是都感动了 大家拜年的时候是不是都佩服她 都说她对不起人家孙二峰 其实她也是迫不得已 她为了她儿子嘛 对吧 不是 我觉得她那个妈当的是挺难的 哎呦 难什么呀 我告诉你们你们就上她的当了 以为她真有那么了不起呢 我婆婆那是什么 那是典型的贤贫爱 和她就是个视力眼 你们以为她是真心对人家好啊 才不是呢 她还不是看人家有钱有权有势的 大家一个院里住着你们都看得见啊 她对我怎么样 我这穷光蛋 她什么时候待见过我 确实假的 她说得好呢 说得对啊 不是 铁英 那个丁美丽要来 你跟你婆婆说了 你等着看吧 我告诉你 谁都别想好 不是 她这 又哪根嫌搭错了 她又 二复 二复 干吗去了 我来去美国了 怕她那边吃不惯买了点吃的 二复 你可想好了 铁了心要去美国啊 那能怎么办 新人都来了 我这个旧人就剩下讨人钱了 你话也不能这么说呀 你怎么知道他们俩就一定成啊 他俩都要见家长了 你不知道啊 见家长就对了 只要一见家长这事就成不了了 怎么可能 大妮婶鼓励建民喜欢丁美丽 你都说到哪年的老黄历了 你不知道啊 大妮三婶的时候啊 你又建民跑到人丁美丽 嫁过年去 把我婆婆都给气坏了 大妮婶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这哪是小心眼大方的事啊 这是原则上的事啊 你想啊 这没过门呢 儿子大妮三婶不在家待着 跑到女方嫁过年去 这哪个当妈的心里头能痛快呀 不说别的啊 你就看我婆婆对老三那前任的态度 他心里头还没点数啊 那倒是 大家都说吧 这事儿大妮婶办得挺仗义的 可不是嘛 你说谁能说出我婆婆办个不字来啊 啊 再说了 这个丁美丽啊 她不是个省炉的灯 她说话是拒拒带刺 拒拒伤人 你说这样的孩子 我婆婆她能喜欢吗 是不是啊 啊 那这时候啊 就应该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我婆婆身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牛建民啊 她 她余孝 她凡事都是听我婆婆的 只要我婆婆说这事儿成不了 那这俩人就别想好 啊 是吗 把妈在这儿去掉就是 不是 你 你别说大嫂没帮你啊 我给你个小道消息啊 一会儿啊 这丁美丽要去我们家见家长了 你这时候可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啊 你这该出手的事就要出手 你得把我婆婆跟前去站在 让她看着你 让她想着你的好 然后呢 她就能寻个由头 把这丁美丽给回绝了 她本来也不喜欢她嘛 那这是 帮打你婶的事儿啊 可不是 那我愿意干 你什么叫愿意干 你就必须这么干啊 大嫂在给你传出点惊艳啊 大嫂是过来人啊 你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 首先要抓住他的胃 你跟牛建民打小一个 院里长大 他什么脾气什么胃口 你肯定心里有数吧 这时候你过去 给他做点热汤面啊 下个热面条啊什么的 建民就爱吃多面面条 你看是不是 那我这儿就给他长面子了 坐一句 幸福掌握在自己手里啊 干了件人事儿啊 哪天没干人事儿呢 我 什么 丁美丽要来咱们家 这也太突然了吧 我可是什么都没准备呀 妈 不用准备 美丽她这个人最不注重形势了 做事儿啊 就喜欢雷丽风行 等会儿她来呢 就是想让你为我们俩点个头 那也不行 毕竟是你的女朋友 到家里来 我怎么都得准备点 七碗 八碟 这个四个汤什么的啊 你也真是不早说 真是 妈 不用那么麻烦 Sally 陈子 姬? 岑姬 村子 梁令 梁令 忠祥 葬葬葬葬その 孙若凤 你在我们家干吗呢 我问你呢 你在这儿干吗呢 你还记得咱俩小时候吗 咱俩总在一块儿玩 一起吃面条 一起拿面筋沾汁了 一起铺蜻蜓 这些事我都忘不了 我希望你也别忘了 小时候的感情代替不了爱情 别在这儿忙活了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 给你做面条了 实话跟你说 我跟丁美丽 马上就要结婚了 你现在做的这些 全是无用功 我就最后不给你做 一次面条不行啊 我不用 你现在赶紧走 都没有 你自己来 我们去 这些嘴巴 你白这些嘴巴 你自己来 都没有 我来跟建民告别的 你满意了吗 二凤 小丁 来来来 坐坐坐 来 阿姨给你买个水果 看你这个孩子 建民 你怎么这样 这现任一来 就把前任赶走了 那不是真是美吗 说什么呀 江师傅 我不是来看你的 请你少说风凉话 我说挺美丽 你挺聪明的一姑娘 怎么这会儿没眼力见了 你都到了我们老牛家的地头了 就得收我们老牛家的规矩 别老一口一个江师傅的 我是你大嫂 还有那个二凤啊 那可是我妈认的闺女 要论起来 你还得叫她一句大姐呢 你是不是看谁好 就得拆谁呀 不是 妈 行 没事 别生气了 没事 我 我 赶紧回屋吧 我回不去 我还有一个问题 我没想明白想跟你探讨 你先回去 你要听完了 你就不赶我走了 你说啊 为什么二凤好好夜姑娘 她拼死拼活的 非要嫁给建民呢 我几次都差点跟她拼命呢 是不是 生你煮神书饭没办法了 说什么呢 你知不知道 你这句话毁了二凤 又毁了建民 我没说什么我就猜测一下嘛 你猜什么猜呀 走走走走走 赶紧回家 妈探讨探讨 妈 妈 建民建民 是不是真的 你跟大嫂说实话 是不是真的 你跟大嫂说实话 建民 小丁啊 牛建民 以后这个家我再也不来了 藏屋纳垢的 别玷污了我的清白 美丽 听我跟你解释啊 我不听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小市民 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认了 但是我不能容忍你 你继续和这些粗人为伍 进住者吃 进墨者黑 从今天起 你跟我一起搬到工业局 大院去住 还有 你妈和我父母 我们两家不要来往 只有你答应了这些 我才要答应继续跟你相处下去 你怎么办 建民 明天厂里可要宣布 技术人员名单了 以后你自己的路要怎么走 我想你应该考虑清楚 成功 建民 妈 你别逼我了 你儿子我好不容易 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不能因为这点小差距 影响了我未来的一切 走吧建民 阿姨 剑民她仕途远大 她有她自己要走的路 至于闲话嘛 就让别人去说去吧 但是我不希望她自己人 也不理解她 阿姨 这丁美丽跟黄大妮啊 还没成婆媳呢 就斗成这样 够丢人的 这一石二鸟的招 就是好用哈 我觉得可解气了 这叫一物降一物 你知道吗 终于有人替你收拾你婆婆了 可不是吗 你看见我婆婆平时那耗强劲了吗 我拿她 我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回好了吧 碰到对手了吧 可有人收拾她了吧 妈 这豆腐筋有点咸 我这 我这 错吃吧 今天看到贱民的样子 我真是担心啊 我不知道她跟丁美丽在一起 到底会不会开心 你知我四哥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就知道攀着这富贵女孩往上爬 就跟那红玉黑小说里边那鱼帘似的 你四哥也是你说的 什么脸羊偶遇的 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很努力 考不上大学那是他的命 妈 我觉得这件事啊 心里头最难受的 是阿芳 她对贱民都是真感情 她想尽最后一点努力挽回贱民 可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 反正这件事 我四哥就是对不起人家二芳 他这是背叛了他的爱情 就跟那盘子普制高似的 这怎么越说 我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呢 实际上是这样的 那么这叫小云 还有一点 建民 妈 建民 你怎么找到城里来了 你跟二凤就一点都没希望了吗 不是 妈 你今天来城里 就是跟我来确认这件事的 我跟丁美丽都要结婚了 谁也别想来阻止我们 你今天要是想来劝我的话就算了 我跟二凤之间 没有任何的可能 那你跟丁美丽那个关小姐 在一块儿就一定会好啊 我看她挺让人吓不来台的 妈 那些都是别人对她的误会 美丽她其实不是那样的人 再说了 我跟二凤之间 没有任何共同的语言 我们俩绝对没有可能 那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喜欢丁美丽这个人 还是喜欢她的家 妈 连你都不相信我了 行 那我一定要用实际行动 向所有人证明 我喜欢的是她的人 不是她的家庭 也罢 生你养你是我 打你骂你也是我 可这甘蔗没有两头天 我得饱一头 那你是接受美丽了 你是我儿子 这是你的选择 我不接受她也得接受你啊 那你今天来这是 买了点猪头肉 蒸了点凉皮 拿到车间去给人家 堵住大家的嘴 好 好 好 走 走 那我拿着 我拿 牛建英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那儿别动 怎么了 干吗去 打 打饭去 还有心思打饭呢 牛建明和丁美丽两人 都当上纪元 这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厂里刚宣布 大家伙都在议论的 你还乐呢 你不想想他牛建明 凭什么当技术员 他进上才多长时间啊 不就是因为 他跟丁美丽拉上关系了 找着靠商后台了吗 我告诉你啊 就这技术员的指标 本来应该是你的 那提名上不也有你吗 这回论资牌背 怎么都得算到你头上了 你弟弟他这么跳出来 插一杠子 把你的指标给拿走了 他这么强有意思吗 他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抢啊 我弟弟提拔了也一样 我也挺光荣的 你有什么好光荣的 你替他光荣 你替你自己想了吗你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还在车间里面 混一个工人当的 这一次提拔你要是上不去 那以后提拔你就更没戏了 你这辈子就没有做科室的命了 你知道吗 什么事都是有得有失的 不当技术员也好 我可以在车间里头上三班 咱不是有更多的时间 照顾孩子了吗 你觉得好啊 那我觉得不好 你不当技术员 你就拿不到那金钱 你没有金钱 我拿什么码金钱 你看我手还是空的 还是空的 我硬硬硬硬的都没有 你先去吃饭吧 是什么事啊 走 找建民 非得把指标要回来不可 别 别闹了 我 我这吃完饭还有事呢 放开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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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去啊 算了 算了 这不 这 别着急吃饭啊 将来有没有长远的饭吃 别人在车间里说这些事 就看天天我这事 能不能给你们说明白了啊 不吃什么呀 这不差这一顿饭了 不着急了 下来 就说不凭什么下来 我这话都没说呢 你们听好了啊 牛建民 他生技术员了 这事你们都知道吗 江师父 你不是包装车间的吗 怎么跑我跟这儿来了 你管我哪个车间的呢 我们家老大是这个车间的 牛建民也是这车间的 我今天上站来啊 就是跟大家说一个道理 你们不想想啊 牛建民进场才多长时间啊 凭什么他就生了这技术员了 不就是因为他跟丁美丽认识 关系好 他看上局长那门大亲戚了吗 这个名额 原来可是我们家老大的 他这当弟弟的 把自己大哥的名额给抢了 按到自己头上了 这像话嘛 有这种直讲走关系 走后门不讲真本事 跟赛车几点 你们这一个个以后 也都别想都要提拔了 牛建民 你来得正好 你跟大家说说呗 你这技术员怎么来的呀 婷盈 你不了解情况 别在那儿乱说啊 你给我下来 下来 下来 下来就下来 我正想问清楚呢 来 牛建民 当大伙的面你说说啊 是不是把我们家老大的名额 给按自己头上去了 你怎么瞎说什么呀 你知道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瞎说了 妈 你也别太偏心眼了 我就知道我们家老大 进场这么多年 从来没迟到没早退过 年年都是先进工人 这么好的人 他没升技术员 凭什么给一个 进场没几天的人当啊 老大 把你媳妇给我拉走啊 这闹到人家建民车间了 赶紧拉走 拉走 拉走 妈 妈 我管不了她 她就这个样子 还想管厂里呀 她能当什么 要我说呀 这厂里的领导 决定挺对的 我们家老大 你们也都看见了啊 性格就是这样 那我们家老四 就不一样了 这孩子打小就爱学习 学习也好 成绩年年都在最前面 爱钻研 人家自己要求上夜校 还拿了文凭 就她现在这个钻劲 别说一技术员了 我看啊 没准以后还这个 厂长的料呢 对不对 你得肯学呀 我们建民啊 一直说让我给你们 做点饭拿过来 我今儿蒸了点凉皮 大伙尝尝 好吃了下次再给你们蒸啊 还对 还有猪头肉 来来来 建民 牛老大你看见了吧 还说你妈不偏心眼呢 老四生技术 就高兴地给大家发失的 可是你呢 当了所有的面数了你 这不是不给你面子吗 他把你当亲儿子了吗 让你在所有人那天 下不来谈 老大 你这要去哪儿啊 看见没有 他连你都管不住 他能管住这个场吗 你把我们的老大 都给气走了 老大 没事 没事 我家这大儿媳妇 她就这性格爱叨叨 嘴不好 其实心眼不坏 在家里我也跟她这样 来 快 快发给大家吃吧 这是我妈刚做的您活儿 来来来来 多吃点啊 猪头肉 猪头肉 来来来 把这打开 小伙子 来 打开 打开 吃了啊 我们建民的工作 就靠你们大伙儿 多支持了啊 好好好 建民这孩子好厚的啊 你们相处相处就知道了 谢谢啊 来来来 王丽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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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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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是 你 看赵 请 你 看赵 来 你再去 我还有这么多衣服要洗 今天还有这么多作业 如果今天不写完的话 明天老人又要骂我了 我告诉你啊 牛春风 你爸现在都不要 你不要咱们这个家了 家都没了 你还写什么作业 上什么学啊你 赶紧的 走走走走 去你 上家 你上嘴呢鬼 你爸没有你高兴啊 你不想你爸回来啊 你希望这还不够乱啊 你去吧 你去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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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作业 凌儿 别拿孩子撒气嘛 现在是你大儿子 拿我撒气呢 都怪你 要不是你害他 在肠子里混不下去了 家也不想回了 咱们俩几个至于这样吗 现在好了 他不回来 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我告诉你啊 老大要是不回来 这家就散了算了 你们也给我买点老鼠药 我带这几个孩子 我赶紧吃老鼠药 在你眼前 你眼不见心不烦 行吗 消消气 我去找他 那我没脱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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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投无路了 您就支持我一回吧 我支持你什么呀 我想离开那个家 妈 除了出嫁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别再劝我了 老大 你当不起个男人 你还当不起个爸呀 你不为你妈想 不为你老婆想 你得为你俩孩子想 回家吧 妈 你别怪我 我活得太累了 我过够了打打闹闹的日子 我就喜欢在这儿待着 我在这儿待着 我心里头踏实 可您躲得了一世 躲不了一世啊 还不回来 奶奶都去那么久了 搞不好啊 她在那儿啊 说妈妈的坏话起反作用了 你奶奶最偏心的 就像这儿子 来 春风 你啊 看好弟弟啊 你带着弟弟玩 别烫到火炉子 别让他出去啊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 妈妈 妈妈先去算个账啊 乖 跟姐姐玩 看住了啊 我要虾 我知道我是个窝囊飞 上了十几年的班 还在厂子里当车键供人 在家里还趴着抹夜叉 随时都想吃点我 家里家外我都抬不起头来 我真的一心想出家去 我四大街空 我云游添下去 我不想回去了吗 你能这么想 估计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 可是我怎么都没想到 你用这种方法 来解决问题 老大 你还有一儿一女 在家里等着你呢 你不能一推二六五 什么都不管啊 毛 我真的没办法了 是我儿子不孝 我把传锋跟淳丽 托付给您了 我给您跪下 你行了 别给我来这套 回家 听话呢 回家 听话 走 干吗回家 刘老大 走 妈跟你这儿说了半天了 你都不回去是吧 你别跟我说你要出家啊 你要是敢出家 我今天就敢在这儿 撕给你看你信不信 行了 佛门禁地 别嚷嚷 妈不是我要嚷嚷的 你说今天这事要怪谁呀 你看看你在场子里 怎么对老大的 你不帮他就算了 你这不是害他吗 你罪魁伙手 还在这儿说我呢 还有那孙不灵 好好的飞给老大 送一破目园 什么意思啊 自己家的事没管明白 天天上我们家转悠来 这种人你少跟他来了 少说两句吧 老大 妈求你 跟妈回家 妈求你 回家 现在知道回去了 你今天是回去了 你明天还来 后天还来 这事怎么办啊 老大 跟铁英人说一句 以后不这么干了 说呀 真是服了这红大天 你说哈 家里跟城里都闹不开他了 上庙里闹去了 不是嘛 现在呀 是把我们家牛老大逼得 要出家当和尚了 老二呢 扎根农村 压根人家就不回来了 最惨的是老三 你说这大年三十啊 那人还挺着一个大肚子呢 是不是 就这么给赶走了 老四现在是有家回不得 有这家没这家 也没什么区别的 就别说自己儿子了 他倒给人家别人家孩子 逼美国去了都快 二冯真要去美国啊 人韩大夫把飞机票 都买好了 他去长礼 为离婚专门开了介绍信 那就是说这 两人一离婚 孩子就归妈的 完了就给带走了 彻底就是 跟他爹没关系了呗 对对对 他是必须得把这二冯带走 跟孙木林啊 来一个彻底了断 胡迪 你刚说什么 韩大夫这么快 就要把二冯带走 对啊 也是人家二冯 人孩子自己想明白了 你说这到了美国 那就是美籍华人 那不气死那华纪美人 你先回去 妈 您去哪儿啊 我跟韩平已经协议离婚了 证都领了 证理了 对 反正怎么努力 也是这条路 还不如早离早解脱的 我也祝福他在美国 有一份好的 幸福的生活 那您明明没想过 二冯的感觉啊 那孩子从小伺候他妈 就是希望他妈 早点好起来 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嘛 不可能了 他妈要带他走 都要到他美国去读书 念硕士 念博士 反正怎么说 都比跟我在一起强 还博士呢 那二冯是个多出的料啊 打小跟着建民 爬高上低的 那孩子不爱学习 你就别难为他了 我知道 我自己的孩子 我能不了解吗 说实在的 我的心里啊 是最舍不得他走的 这孩子 从小就跟我一起 相依为命 那么小 就洗衣服做饭 当大人使唤 他 看他现在不得不走了 我就怕他 到了美国以后 人家韩冰家的人 不是硕士就是博士的 都是有学问的 他看不起他 真到了那时候 我可帮不上他了 那你还支持他去呀 牟林 他要真想去 那没得说 他要是根本就不想去 千万别因为堵那口气 他跑去了 其实我从他眼睛里边 看得出来 他不想去 可他就是没有一个 让自己留下来的理由 要什么理由啊 你想个办法就行了吗 事情到这一步了 就不说了 没办法了 让他走吧 我自己一个人 在这儿挺好 他们要都一走 可就你一个人了 是 本来想着 等韩冰他病好了 给二峰这孩子 点家庭的温暖 可这孩子肯定就这命 不是缺爹就是少娘 什么命不命的啊 我就问你 你打心眼里 想不想让二峰去美国呀 等着 你 我给你散了吧 死马当着活马鸡吧 也不知道这两床被子 能不能帮你慕林叔 把二凤给留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身带的衣服啊 拿两件就行了啊 不用拿太多 实在不行 咱们到时候去买去 这么多 你把家都带走得了 你不会跌一跌啊 你不是在跌吗 你多大了 你说你这点收拾箱子的耐心都没有 还能学习啊 谁要学习啊 你以为谁想背 背你那大字典学英语 把我杀了得了 你就这样吧你 屡教不改 谁啊 二凤 听说你要走 我来送送你 对 打小看着你长大的 这冷冰说要走了 走那么远 心里还真是舍不得 没什么好送的 缝了两床新被子 把她带走吧 这怎么又送上被子了 没过能买着被子 再说你这么大的被子 这箱子也放不下呀 我给你打包好 肯定能带走 放心吧啊 这是我给二凤的结婚嫁妆 你这傻孩子 又说气话不是 人这一辈子 哪有不结婚的道理啊 这床被子 本来是我给你 跟建敏结婚用的 那孩子没福气 我想来想去 我给你 我也不能给丁美丽 因为在我心里 只有你是贱民的媳妇 今天 我知道是 送我自己家的闺女 我们家孩子结婚的时候 我都会缝 两床端子面的被子 二凤 你也不例外 我知道你舍不得走 舍不得你爸 你怎么忍心把你爸 一个人留在这儿呢 是吧 你是赌气了 可是你把你爸的心伤了 对不对 你想想吧 美国有多远啊 以后你想见一面你爸 得多难呢 不知道好年马年 是不是 大妮姐 你这是干吗呀 我这刚跟她说好 你真是 你计划归计划 你还得听二凤的意见 是不是 二凤 你跟婶说 你还想不想 挽着裤腿去河里摸鱼啊 过年的时候 不想去庙会 吃着糖葫芦摸着石猴 每天早上一睁眼睛 你就能看见豆浆油条 还有小咸草 夏天的时候 咱们厂的外头 多少盒花吃啊 想不想去采莲藕啊 下雨天 穿着雨鞋 在马路上划着小船 这些你都不想吗 可是这些美国都没有啊 孩子 最重要的是 带你玩 带你吃的这个人 他是你爸 你到了美国以后 你相见他 就没那么容易了 我知道你最疼你爸 对不对 你爸也最疼你 是不是 孩子 你有事在想走 你就一定把事给你封的 这两床被子拿着 我哪也不许了 我生不得你 我生不得我爸呀 我生不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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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年事的 但是我想让她 等我上了飞机再看 你明白吗 千万别提早给她了 要不然我就走不成了 韩冰这也是用心良苦啊 她是想让我们俩一起读这封信 那也不 别 别 还是你拆吧 你 大妮姐 新年终声敲响的时候 我许了个愿 我要把我的前夫托付给你 大妮姐 其实我看得出 虽然慕琳她是个粗人 但她在你面前 却掩饰不住她爱的细腻和执着 请你原谅我 在康复中对你的猜忌和不敬 那只是出于一个女人的本能 我真的非常感恩 你对我所付出的一切 我这个前妻 要当一次媒人 希望你帮我照顾 这个老实忠厚的男人 把我对她的亏欠 都补偿回来 穆灵 也希望你下半辈子 能过上真实而不压抑的人生 和大妮姐 幸福美满 这韩大夫一走 孙慕琳啊 肯定得跟我婆俩俩人搬一个房间去 你别跟我提这事 一提这事我就烦了 他们俩就不能在一起 要不咱俩打个赌吧 你俩还打赌呢 我父母离婚了 我妈也刚飞走了 现在我爸能光明正大地 去追大妮婶 这孩子他就是孩子哈 二峰啊 你呢 也别把话说得那么满 要我说啊 这你爸和我婆婆俩人 过不到一块去 那会儿我想分家的时候 还闹了一个全家投票表决呢 那现在这是 两家人要过到一家去了 那得是多大的事啊 怎么也得要来个全院表决吧 是不是 肯定得全院表决啊 从我这儿就通不过 他们俩就不能在一起 战妮子 看完这信 有什么想法吗 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你说韩冰他自己刚到美国 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过呢 先把咱俩的日子安排好 那咱们就别辜负了他 两家和一家 咱们就走到一块儿吧 行 二冯 那要不呢 你就跟我们打个赌 我就赌 你爸跟我婆婆俩人啊 好不了 对了 有我蝴蝶在 就算他孙慕霖离婚了 黄大妞也别想惦记他 成 赌就赌 我妈都撮合他俩 我们肯定能两家和一家 我知道 你心里肯定有顾虑 怕院子里那些人 嚼舌头跟子 说三道四 说这韩冰走是咱们给逼走的 我才不在乎他们说什么呢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只是 我这心里还有一件事 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就是每年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给我汇款的那个老家人 这个老家人我知道 你不知道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叫李奋斗 他叫李奋斗 肯定是他 李奋斗 这 这 这不是老家人个礼 行了 茉莉 你什么也别说了 这恩我还没有报 李奋斗我还没有找到 咱俩的事 能不能往后拖一头 不是 大妞子 你 你是 你怎么搞的 这 李奋斗 你奋斗 和老家人 这本来就不是一回事吗 那没准 那老家人还是我呢 那不可能 肯定是他 张大英 有汇款 来了 来了 你看你婆婆 高兴了 你说这天上吊馅瓶 怎么老砸着他呢 来了 砸款我呢 来了啊 怎么没人给我 回去 小丹 好 给您 这么多钱 这么多钱 谢谢你啊 好 再见 来 妈 谁寄的啊 跟你没关系 走了啊 小时 谁寄的多少钱 这得保密 这是我们的职业道的 我这 问问怎么了 好腻闹 田阳 会不会是孙穆玲 给他寄的呀 不能吧 这住得那么近 还用寄来寄去的 你想啊 玩浪漫啊 能嘚瑟呗 我灭了 把门开着啊 房哪儿去了 你院子里去了 听那几个女人 嚼舌根子去了 别去听她们瞎嘚嘚 没啥正经事 那大妮子 又收到老家人的 汇款单了 啥时候 刚刚啊 刚刚 大妮子 我听说那老家人 又给你寄下来了 剑帮 我说嘛 咋了 剑帮寄了多少钱 两千 那么多钱啊 这臭小子 看来是罚财了啊 你看 给你搞个两千嘛 两千 你看 这 把钱转交给张玲玲 让我把这钱给玲玲呢 这玲玲现在做生意 这不是这么缺钱进货呢 你看这老三 别看平时张狂 重情重义 啥重情重义 结婚不到一年 就把人家给甩了 愣是让一个黄黄大闺女 变成了二婚头 这事啊 你得往好了想 那玲玲现在跟她离了 不也挺好吗 拿着这些钱 做个生意 当个小老板 过个自由自在的日子 多好啊 话是这么说 我就怕玲玲不要剑帮给的钱 那 你就说 这钱呢 是你给的 我给的 那她更不要了 你想想那孩子啊 住在我这儿 还嫌沾我的光呢 要自食其力 不会要的 那孩子要的钱了 你不就要 那就说是我给的 我觉得这样行 这行啥行呢 我随便这么一说 你 不是 你想想 你不是老牛家的人 你拿着这个钱 你就跟玲玲说 咱俩一块儿做生意 挣了钱 咱一块儿分 行行行 随 随便 你想咋说咋说 就这么定了啊 行行行 来 早安 早安 来 看看牛仔裤了啊 给小孩买乡牛仔裤吧 回来了 我告诉你 你妈今天是又收到 黑款单了 哎 他拿到单子以后啊 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 那还不定是多大一笔钱呢 别老盯着别人的钱算起 算起什么了 我算起 我就是心里不痛快 哎 你说凭什么这好事 全让他给占了 牛仔裤 爸 是不是你偷偷给你妈寄的钱 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敢背着我偷偷给你妈寄钱 你 看见没有啊 我就让你贵断这张搓一板你信吗 这怎么可能啊 每个月我工资加奖金都一把交给你的 都是一个厂子 一毛钱你都是知道的 真是 那倒也是 我谅你也不敢 哎 那你说 他那孙不离俩人在屋子里偷 能嘀咕些什么呀 你别总惦记这隔壁子 既然都分家了 就该好好过好自己的日子 我不得盯着地儿啊 那我得看清楚 他把这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别到时候有了什么好事 他把咱家给落下了 便宜了便宜了 看看牛仔裤吧您 看看牛仔裤 这牛仔裤给小孩买一条多好啊 来来快点 妈 您怎么来了 你这一早练摊也没怎么吃 我给你送碗面条 谢谢妈 哎 妈您等会儿坐 哎 有 有妈真好 还有面条吃 多吃点 嗯 玲玲 嗯 你这也没个帮手行吗 哎 妈 我这不是赶上换季吗 我多进了点货 哪还有钱找帮手啊 我现在就是小本买卖 也干不大 那你想干它 我当然想干大了 我跟剑邦南下这么多年 我明白了一个生意经 这做生意呀 得从零售干到批发 才能有发展 要不然永远都是小本买卖 不过我现在本钱也不多 所以只能这么小打小闹的 先干着 也许妈妈也就干大了呢 那要是干批发的话 得需要多少钱呢 要是干批发的话 少说也得一两千吧 不过我现在也没那么多钱 就这么先妈妈干着吧 快吃 嗯 老板 这裤子咋卖呢 这裤子啊 十块钱一条 您来一条不 能不能便宜点吗 不能便宜了 咋不能便宜嘛 你少赚点嘛 孩子就喜欢 九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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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 便宜点 十五块钱两条 九块钱一条 你看多不容易的 这饭也吃不上 一大早就跑出来了 少赚点嘛 我出去给你宣传宣传 都叫几个朋友嘛 十五块钱两条 给我包起来 快点 行吧 那就十五块钱两条 行 妈 我现在做生意刚起步 回头后肯重要 我就给她十五块钱两条 你就是遇见我闺女 这好心人了 来来来 让什么 着什么急啊 我都快累死了 跟那么大老远 也不知道她干啥去了 张灵灵开业 她肯定找张灵灵去了 这是两千块钱 怎么拿着这个钱呀 快拿着 小心 甭管谁的 你告诉我 这是谁的钱呀 你木林叔的 木林叔的钱 他听说你做生意 把一辈子的积蓄 从银行都取出来了 快拿着吧 妈 这是木林叔一辈子的积蓄 你逗你掉了 她不是借给你的 也不是送给你的 她是跟你合伙做生意 等你赚了钱 再给她分红 你先用着 听话快装发 别人看见了 行 妈 我真是遇到好人了 谢谢你们 谢什么呀 我跟你木林叔看好你 只要你努力肯干 肯定做得为健庞强 妈 你们都这么帮我 你们都是我的大恩人 我一定好好干 将来我挣钱了 我十倍百倍还给你们 行行行 行 谢谢妈 今天完了 就回去进货去 行 我今天晚上 就进货去 来 来 来 追好了啊 快吃醋 来 裤子 大天 我还在这儿啊你 你们俩怎么来了 妈 这 这像什么话呀 你赶紧给我回去吧 我回去干什么呀 在这儿摆摊做小生意的 那都是什么人呢 那全大院的人 眼睛可都盯着咱家呢 要让人知道你在这儿摆摊 那你说我这脸往哪放啊 就是 行了 消停点吧 零零摆摊 那是靠自己的劳动 爱别人什么事了 你们俩买衣服的吧 赶紧去 去该忙什么忙什么 我哪有钱买衣服吗 对对对 跟你说吧 走走走 干什么 干什么 给我回来 你看 你看这多没面子呀 这都有劳改犯 都不是什么正经人干的 都蹲大劳的 你别这样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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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海怎么了 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 行了行了 兄弟兄弟 没啥事你们误会了 误会了 他这个人有口无心 没别的意思 是 没事没事没事 我误会了 好 我今儿给大婶面子啊 我告诉你 要不然你出不了这条街 陪礼道歉了 陪礼道歉 对不起了 行吗 生意都不容易了 行 行 行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陪礼道歉 我给你看她啊 是吧 好啊 大婶 谢谢你 给你看她 看什么趟 赶紧走吧 你看这都什么人呢 这动起手来走吧 你先走吧要不 赶紧走 你说这 你们呆在这儿 行了行了行了 不是 赶紧走 赶紧走 大妞 我跟你说 这生意干补偿 找挨打呢 是吧 田药 行 走走走走走 玲玲 他们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她那狗嘴里吐不出响牙 别在意啊 要不 您还是先回去了 别在这儿陪我了 我回什么呀 我可不怕丢人 我是谁啊 我是黄大妞 那我怕什么 行了 你别动心 咱们该做生意还做生意 管她别人说咱什么呢 来 玲玲啊 今天啊 亏了咱们去的早 要不然你我来 我没人抢我 我来我来 妈 这个重 你还重点 那你啊 妈 您啊 就把这儿放着 一会儿咱慢慢搬 没事没事 妈 您看您这都忙了一天了 一会儿啊 我给您做好吃的 这就放这儿吧 好 放这儿吧 才回来 这都几点了 趁钱不要命啊 怎么 今天在服装市场 你还没闹够是不是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没想干什么 我就想说个道理 马这胳膊肘可不能朝外拐啊 我才是你的儿媳妇 你这会儿承认了 你不是说我是你的后婆婆吗 那甭管是新的后的 我就知道 这咱家的钱可不能给了外人啊 我告诉你啊 这钱 是孙慕霖给玲玲的 让她做生意用的 谁信呢 张玲玲 我告诉你啊 这钱啊 肯定是我妈的棺材本 你说说你 你拿这钱你不亏心啊 你不怕烫手 给了你多少钱 这是慕霖叔给了我两千块钱 做生意用 多少 两千 怎么了 玲玲 走 回家 这两千块钱 肯定不是孙慕霖给的 你放下 孙慕霖她就是一个工人 她这一辈子不吃不喝 也攒不出来这个数 是不是老大给你的 死亡钱呢 你太抬举你男人了 她就是一个车间工人 她就是攒十年 她也攒不出这么多钱 那你要非说孙慕霖的 就一个可能 孙慕霖她贪污 她偷了厂子的东西 出去卖了 这种行为 我非举报她不可 你敢 你给我站住 我告诉你 孙慕霖跟这个钱 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她是怕玲玲不要 才这么说的 你刚才不还一口咬进桌 救了孙慕霖的吗 那这钱哪儿来的 打电线掉下来的 怎么没砸我脑袋上呢 妈 那嫂说得对啊 这一个工人一辈子不吃不喝 也挣不了这么多钱 您说您这两千块钱 到底是哪儿来的呀 说呀 说不出来了 这挺好的 一个事转来转去 怎么成了麻烦了呢 你说清楚了就不麻烦了呀 你倒是说呀 谁也得是 又是姜田英 对老娘们碎嘴子吧 你就有点什么事啊 行了行了 你赶紧回屋睡觉吧 这钱反正跟你没关系 玲玲走 咱们回屋 讨厌劲儿的 妈 你慢点 玲玲 你别忙了 妈 累快了吧 妈 饿了吧 我去给你做饭去 妈 妈 妈 您等会儿 我现在不饿 好 您先跟我说说 这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你说呀 来 玲玲 这钱确实是捡胖的 我怕你不要 就跟你木林叔 编了那么一个幌子 没别的意思 就是想让你重新开始 把那个服装摊儿越盖越大 把肩膀给你带来的不快乐 都统统地忘掉 玲玲 我可是把你当亲闺女一样看待 这钱你就收下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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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